拿了那个七权红利的时候 一美元的薪水 中国的这些所有的高管都拿了当时的改制的红利 所以张杰你是完全 所以的话你这个这儿的话 我刚才讲的是联想在联想共同的外国够寡 不是说那些外国企业 你这是完全外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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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等一下 张杰 张杰三十秒 然后王军烧等一下 听我把这个说话 我就刚才讲了他当时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也不知道这个争论什么 我看了一下 这是张杰频道好像被播放量最高的 大家可能是最喜欢的 看了半天我看不懂 又去那个他们评论区看了看 大概这个意思啊 是这个张杰呀 是反联想的 而这个叫向立刚吧 这个人呢 是这个支持良想的 但我总觉得这些个人 他不应该是一伙的吗 怎么还还还一个反的 还是一个支持的呢 啊 向立刚这个人 对暴力啊 有特别的一种偏好 是吧 对女性 也是有一种特别的一种看法 啊 我觉得 这样的一个这个 但我对张杰也不是很熟悉了 是吧 这个对比起来 我觉得这个张杰这方面倒是没显示出来 太多 向立刚可是非常的明显的是有那种 特殊口味的那个朋友 哎呀 真的我脑筋炸裂了 我脑筋不够用 他们成为 他们成为所谓的这个正反两方 他们其实是一拨的应该是 当然这里面 就是这个同信仰的人绞杀的才厉害了 是吧 你信佛教 他信基督教 这个有的时候还可以包容 因为毕竟 他不懂我们这个东西吗 啊 我们就是对那个日本战俘 就是要用我们五千年 因为他们就是野蛮人嘛 是吧 我们要用五千年的文明 感化他们 是吧 给他们白米饭吃 而对这个汉奸就不行 因为汉奸是不能可以包容 啊 同族物 同中同族物 同语言 同都是同的 你怎么在做这样的事呢 是吧 所以说这个汉奸 是吧 那个有个叫那个 前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 拍了一个 那个人的名字不能说 拍了一个雏奸系列 那里面 哇 那是口述历史 那听完了以后 做噩梦 那些个东西 啊 所以说这个 也许这个同信仰的人就 啊 就 就相互的就是那个 争斗的更厉害 啊 因为都是信仰的争斗嘛 辩论的话题 可能是司马南 整这个联想的事啊 那司马南能不能对联想发声 他是有这个权利的 没有问题 啊 但是这个 这个舆论办案也是个问题 是吧 现在很多人就是没办法 呃 对自己救济啊 就是在微博上 那个救济自己 这个这个也 也是如此 因为这个媒体就是第三权利嘛 哎 这个问题啊 就是中国的问题是说不清楚的 是吧 呃 不是不能说清楚 不是他 他能力上 或者认识上 说不清楚 是 因为大家都 都说不清楚 哈哈 哇天哪 什么张杰 什么项利刚 什么司马南 放在一起 不是王炸了吗 这不都是 我的天 啊 呃 他们呢 是站在了这个 舆论的 潮头 潮头 我好像还看了一眼呢 这个 这个谁 张杰还 还怼这个 呃 温铁军 我觉得这不都是一伙的吗 应该啊 什么温铁军了 司马南了 李树了 呃 这个 项利刚了 这个 呃 老胡了 因为其他的人都消失了 哈哈哈哈 就剩下他们一伙 这些人呢 在这里张牙舞爪的 是 这到底是一种剧情设计 还是一种什么呀 朋友们 啊 关注他们干什么吗 哎呀 真是 你可是不关注他们又不行 把这个年轻人的脑袋 给他抠开啊 就在这里揉挫子 给他那里洗 这个怎么办呢 朋友们 我看一下下 评论呢 这里面啊 哎 向利刚 接受过联想的融资属于直接受益人了 请利益相关的人来辩论就很绝了 哎呀 搞不好还这都是这个联想推动了这个所有 也许联想按地的给司马南给的红包了 搞这些个事情 谁搞的清楚 他们在搞什么 现在 搞东搞西的 看着应该是啊 还看了全部的过程 哎呀 这些个评论 哎呀 让人脑袋瓜子疼 哎呀 让人脑袋瓜子疼 关注他们干啥呀 朋友们呢 哎呀 不嫌脏吗 都 谢谢